歡迎回來 再來關心 日本一名未滿1歲的女嬰 因為心肺功能停止被送醫 確診中共肺炎 目前這名女嬰在加護病房接受治療 臺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針對這一案例表示 1歲以下的嬰兒心肺功能不好 因此受到感染 病情有時候進展很快 同時就衰竭 那這個以前在流感就噴過了 現在只要你臨床上覺得這個病程很奇怪 你就要懷疑新冠 就是醫師覺得高度懷疑就可以採檢了 那現在有那個報告顯示說 如果有糖尿病的人染疫的話 他死亡率會比較高 糖尿病其實是所有感染症的高危險群 糖尿病得到肺炎 他死亡率本來就比較高 那原因已經清楚了 就是高血糖本身會使得 我們身體的免疫細胞功能會變很差 因為免疫細胞處在一個高糖的環境裡面 他的反應會變差 醫師張南紀教授有說 這個無患肺炎病毒因為口鼻嚴肅痛 有可能影響到腦膜 甚至是聽力受傷 你怎麼看 理論上我們是 鼻子是有個通道可以到大腦 所以我們鼻子 如果病毒到鼻子 是可以通過那個繡球 一直往上跑 跑到大腦裡面去 所以這個在別的病毒是有發生過 那武漢肺炎的病毒是從鼻鏽球往上跑呢 還是從血液進去 現在可能兩條路都可以的啦 不過這條發生的機率並不高啦 另外 有關腐發患者年齡集中在青少年 臺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黃立民解釋 這是因為年紀老的 免疫系統脫不過急性期 重症者症狀嚴重 表示免疫反應很強烈 病毒就被清除 因此 復發者多數是輕症 另外黃立民也提到 雖然臺灣陸續有境外移入的人 但臺灣社區防疫很強 靠的不是守住境外移入 而是社區防疫 勤洗手 戴口罩 大家會處在比較安全的環境 新他人亞太電視綜合報導